哈喽大家好 我是哨饼 我是优酷的会员福利官 作为优酷会员的福利官 我来这个节目就是给大家伙创福利的 下面送出十张优酷会员卡 你说到做到 反正也不是我送 就是我先说了 不许讲 老师你可以给我票吗 可以啊 它要的是我们相视的票 你又互相给个会员 你先看看 那会员也给 会员给 我说 我说给 烧饼老师会员福利官 要给观众发福利 今天给大家伙带来什么福利呢 他们非说让我开箱一下 这个开箱呢 我们多云社已经开开了啊 那我只能开我们的行李箱啊 虽然说它不是一个什么特别好看的行李箱嘛 但是它也是跟着我满床准备 好 举例说明 里边带的这个保健品确实特别多 姜粉 啊 生姜粉 冬吃萝卜下吃姜吧 啊 早上吃点姜啊 对身体有有帮助 因为 这个我也有点这个受潮体质 稍微时期有点重啊 还有呢就是我们的 怎么我这全是药 还有这个乳酸菌啊 活性乳酸菌 我反正每天早上就来冲这个 还有 你看 咱这玩全是药啊 啊 最近不这个老大拳嘛 保不齐有一点肌肉拉伤啊 我这个今天我来这呢 起的有点晚 我就没怎么收拾箱子 其实我是平平时 我是一个很精致的 今天实在是没办法洗完了 就千丝万缕的就就来就来了啊 然后呢 带了一双一双鞋 这是这双鞋呢 是上一次录制没拿出来 其实并不应该带一双皮鞋 我应该带一双运动鞋 是吧 方便训练啊 然后呢 你看这都没收拾啊 这个 这个啊 像一个都是千丝万缕的 啊 实在是 这为什么非要这次开箱 好乱 这这个好 这个好 这是 这是一个有电源的一个插头 我呢 大概是花了 嗯 四百多块钱买的 这个绝对是上大 哈哈哈 这个是被一个小朋友安利的 这个人叫艾福吉尼 他就强力的安利我说 一定要买一个这个充电插头 特别好 好的 充的快 然后可以充电脑 但是后来我发现 我不带电脑出门的 哈哈哈 然后他就拿我手机给我下了个单 也不是他送了 我自己买的 枕头 这也确实有点不好意思了 这个是一个 从哪都带着的一个枕头 从哪都带着 我也不知道 我这次打拳 为什么 箱子里头 它不是一个奢侈品牌啊 为什么箱子里边还会快 哈哈哈 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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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知道 我带他来打拳 我也不知道是干嘛的 反正就出现在这个里边 当然跟我那个向远的身份的 它其实也不是很冲突 对吧 嗯 就人家买买什么奢侈品 都是为了出门 我就是为了冲菜玩啊 多爱我们的艺术 哎 这个这个 玉子 嗯 嗯 对 对 出门 都得带点乐器嘛 哎 哎 咱也不知道 为什么都会出现在这个 行李箱里 你看就是很神奇 这个 饰品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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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带子 各种项链 就是 就是 就是爱戴饰品 也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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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千丝万缕了 反正就是 那裤袜子就不给你们看啊 呦 呦 这好 这棒 这有一张 我们 酷喵的 VIP 的这个年卡啊 刚才 这个碰到徐璐老师 帮我要一张票啊 票肯定是 现在没有啊 但是我们这个 这个 德云社经常会在 优酷 酷喵 这个 app上更新 我们 实时的这个 演出 我希望 我们的快乐 能随时随地的 伴随徐璐老师啊 然后 送他一张 vip卡 再来 那 我 点 我 EA 有点 有点 来 烧饼老师 哇 哇 哎 怎么着 有带礼物吗 你们剧组讲的探班 带点什么礼物 但你今天不是探包 今天就是劝你不训练 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圣诞老人吗 相信啊 其实我们这个也有一个 有什么 你说怎么样 有一个礼物 真的吗 对 我虽然那个 哇 没有票 然后就指着这个呢 先解一解 然为之 我是优酷VIP的这个福利官 所以今天呢 我代表优酷VIP 然后把这个小小的福利呢 就送给你 好 那你好好练习 我走了 好 我代表优酷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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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知道今天也是我们优酷会员双11的活动开启的日子 那接下来我要给大家安利的 大家一定要竖起耳朵听好这一波安利了 因为非常非常重要 今天是我们福利大放松的日子 这一次我们优酷IP会员在双11活动期间 也为大家准备了超多的惊喜 不仅可以五折来抢购我们的会员年卡 还有机会碰出百倍会员时长 同时还有更多的会员专属福利在等着大家 那先要跟大家来预告一下 11月11号当天所有在优酷APP内 购买优酷IP会员年卡的用户均可获赠6张砰砰卡 然后就有机会来碰出更多的时长以及更多的惊喜 那除此之外还可以享受看反特权 在特权有效期内每天登陆优酷APP观看视频 当日可免费在会员频道 领取一天的优酷VIP的特权 同时连续来登陆31天 就可以额外获得31天的优酷VIP特权 那感兴趣的朋友 记得一定要上优酷来搜索我们的双十一 然后来了解我们的活动详情了 那开场呢 我巴拉巴拉说了很多对不对 那接下来要请出我们今天特别重要的一个来宾 然后呢 他呢也是跟我们优酷有很多的渊源 除了有好看的综艺以外 今天还有个特别的身份 就是优酷会员福利官 那马上呢就要邀请到我们今天的优酷VIP会员福利官 萧宾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哈喽大家好 大家好 各位老师好 老师是倒推着过来的吗 就是这么着显着镜头多 是吗 你看那个萧宾老师现在录了综艺之后 慢慢的对镜头的感觉越来越深 这么着显着这个是回到这个镜头前 看到我 你们跟着我镜头就出现了 对对对对 那接下来 萧宾老师先跟我们所有的优酷直播间的网友 还有我们直播那个微博直播的网友 一起来打个招呼好不好 哈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以及在直播前的网友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我们德云社厂牌的响声演员 我叫萧宾 我也是你们特别热爱的一个 这个现在应该是拳手 拳手 多了一个新的身份 对对对 我发现最近啊 萧宾老师现在的身份越来越多 其实这两年的身份 在不停的叠价 是是是 比如说那个外卖小哥啊 代价的这个滴滴斯基啊 我都可以 都可以 就是当二胎奶爸之后 就开始啥钱都挣 现在技能越来越多 对对对 会得多 刚刚萧宾老师在一开场的时候 那一味一出来就觉得啊 听上去 似乎就是老家的味道 就是仿佛 因为看德云社的人 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 萧宾老师的这样的一个风格 是是 我的风格就是 喜欢的观众就很喜欢 不喜欢的就有点觉得 有一点点思潮 那怎么样 你自己现在喜欢 自己下的状态吗 我觉得随着年龄 越来越大了之后 我发现就是 不会像年轻的时候 那么那么去吵闹 就慢慢的会平静下来 慢慢的 二胎了之后 稳重了是吗 对稳重 不要了 不要了 现在萧宾老师在直播间放话了 不要了 那我们回归到正题啊 刚刚其实说 在我们的优酷 其实有很多的身份 包括上一周 如果大家看的话 其实刚刚才结束了 那个权力以赴 听说在里面跟陈明对打了 对对对 爽吗 我们是合法的 不是说在 在现实生活上 对打是博弈 我们是比赛 比赛要严谨 严谨要紧 就是还挺辛苦的 挺辛苦的 每个人对待这个综艺啊 其实都很认真 他并不是说 像平时咱们看的一些 这个综艺节目 为了开心 玩玩差不多的 每一个见到我的朋友 私下的朋友 都会问 是真打呀 你们都是来真的呀 没有说开玩笑 我说可不吗 我没有做效果 都是真的 没有说咱们俩开场之前 比如说你跟陈明 有人说 哎 少不老师 稍微的轻一点 我们意思意思 没有这样的 那这句可能是玩笑 这句是玩笑 这句 稍微少打两下 对对对 这句都是玩笑 那肯定没有 很认真的比赛 所以当天 知道了跟陈明分到一组 然后呢 真的上台了之后 打了之后 听说最后反正结果 你是赢了 但是赢的也比较惨烈 赢的也比较惨烈 也比较惨烈 你也被打了 怎么我就得 我以为你是完美的躲避了 没有过我体重大 然后我速度 移动速度很慢 其实我也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长处嘛 说到了体重 刚刚我在那个下边的时候 我跟我们导演在聊天 我们导演说 沙本老师不得了 沙本老师可是分在重量级的选手里边 对 我还是重量级 这个比较站稳的 那个重量级里边 然后他们 他们好多选手 就是开始是分到重量级了 然后后来呢 随着我们逐渐的日常训练 越来越大嘛 训练量越来越大之后呢 小伙伴的体重们纷纷下降了 就从重量级变到重量级了 开始大家伙都在80加这个体重嘛 就是差的不多嘛 后来发现大家伙诸哥问起来之后呢 你像赵磊那阵已经降到78了 天天练 78了 80 81 82 都击进了重量级 后来打着打着 就大家伙都轻量级了 重量级了就开始 还是我一直稳居防守 所以其实你看我们 沙本老师坐在这儿 他一直是稳如磐石 一直都在这个重量级的选手 我也很纳闷 这一下天也很辛苦 每天训练要两个小时 然后呢 我在录别的节目 就是我们单位的团宗的时候 我每天早上 就是团宗也很辛苦嘛 我坚持每天跳声一个小时 依旧没瘦 所以是让自己的肌肉更紧实 我都不知道我这些日子在干嘛 也没向人家拼了命的脸 瘦了 我一点都没瘦 但是吃方面呢 我也很节制啊 也没有说 那个吃炸的 吃甜的 因为日常的习惯 就不是说像那种肆意 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 烧饼老师的肠胃太好了 我真的就想看医生了 所以你们知道了 如何在一个重量级的区域 能够保持住自己的位置 就是肠胃的消化一定要好 对 就不掉秤 所以说当时啊 节目组在邀约 沙本老师说 要不要参加一个这样子 打拳的一个游戏 全力以赴这样的一个综艺 当时刚收到的时候 内心的反应是 其实我对拳击并不了解 我真的是就是觉得 这个教练课不花钱 然后还能上一个免费的私教课 就是想占一下节目组的便宜 然后还挺开心的 后来逐渐的训练到第一节课的时候 我就已经很不开心了 不开心了 为啥 因为我发现 这项运动对我一点都不友好 就完全没有什么 除了拳重一点 然后沉一点 没有任何优势 因为拳击可能不太了解的朋友们 可能觉得你有劲 你就占优势 对吧 但是其实这项运动 它更多的要求是速度 速度 对 前后蹦跳啊 左右跳啊 它一直 第一节课一直在跳 我本身膝盖就不是很好 然后那天穿的那个鞋 又不是 我又没经验 又不是那种 就是跑步的软底的鞋 我穿了一双板鞋去的 然后我大脚趾头就被戳破了 然后后脚跟也被磨破了 然后膝盖特别疼 每一次我跟教练说 我说咱别跳了 我跳不动 我膝盖疼 然后对我一点都不友好 人家都说了 拳击快 占优势 而且像咱们这种比赛 都是打点数的 打分 就顶接一下那种 对不是说非得要给人K 因为咱也不是特别专业的 所以没办法 就很多就很不友好 对我每一次我都说膝盖痛 然后有一个观众 我看咱们那个节目之后 有一个观众打弹幕嘛 商品有黑指甲 他有灰指甲 你说我冤呢 好冤啊 那个黑指甲 是被教练打比赛的时候 踩的玉石 然后以后如果还有网友说 然后我们商品老师 就会在下面发弹幕说 我告诉你 那也不是灰指甲 那个是我打拳的一个徽章 对被人踩到 对对对 那个是灰指甲 所以当时在跟陈敏老师 对战的时候 是因为什么策略 然后赢了他 因为其实你说的嘛 这个更像是一个 越轻巧越灵命的人 反而容易获胜 但最后其实是咱们自己赢了嘛 什么技巧吧 其实我认为 就对于我们这种小白来说 其实真的就一上场 就是懵的 就是你老师台下 交给你好多招数嘛 其实你到舞台上 就全台上比赛的那一刻 完全是本能 就跟你那些 就想不到你组出什么拳 就是组合拳 就这一下 就知道伸手 伸手 对伸手 对伸手 伸手 教练说的出拳 说的最多就是出拳 就怕我们不出拳 但教练不会说实在不行 就小时候比如打架的时候 实在不行打不过跑 反正不让跑 因为有圈围着 跑不出去那个圈 如果说 真的把那个圈给你们撤了的话 那摄像机跟不上我们了 早就撒着老眼了 那就不在这屋了 行 那我觉得 听完那个 少彪老师跟我们讲 全力以赴的录制现场 包括说 路透和未路透的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精彩 大家可以去持续关注一下 对对 一定要关注 刚开始的时候 我听说 咱们还做了一个重量的 一个测试 是不是 是啊 听说 张大大是道尔第一 然后 你是比张大大高出了 那么一点点 是吗 就反正就是后五名有我 我我我实话是说 不应该啊 这个 这我我我打的时候啊 没觉得这是一个特别 有比拼的这么一事 我因为我没进屋啊 我也不知道 所有人打都 都在那个榜上都写着 我其实也比较要强 要强 然后 我以为 打一下就得了 咱也不知道 非得公布于众 要公布于众 我真好好打 就是我打那一下 因为我很少玩 玩这样的机器 我打完之后就是 它不是从中间 这个位置打 我打的时候 没打到中间 就是滑了一下 对 但是 但是后来我试的是啊 我还是那些 就是其实抓到了 那个重点 可能也就那样 对 也就这意思了 咱们差不多得了 我觉得萧平老师 太有意思了 听说 萧平老师在单位的时候 还有一个称号 我觉得这个称号呢 我当时拿到的时候 我觉得还蛮适合 在权力以赴里面 可能也会被这样叫 叫做 莽撞人 可能也是这个 最近大家伙给我 这个一个 一个小 小小小 小外号吧 比较鲁莽的一个 其实我觉得这个外号 还有时候 比较适合我 这外号 如果让你撕掉 扔掉的话 你乐意吗 那得找一个 更合适的了 如果你自个儿 给自个儿换的话呢 自个儿给自个儿换的呀 其实也差不太多了 粗鲁人猛撞人 小孩子 其实我觉得 我第一 我没有什么游戏天赋 你像玩个 平时玩手游 我都不玩 你不玩 我不玩 我巨烂 那你自己还干嘛 巨烂 就比如说 如果德云社的地上 比如下课了 或者没事了 然后他们玩的话 他们叫你干啥一起 就聊天 你们这成聊 我比较爱聊天 因为有时候 写相声 他需要一些 一些思路 就是靠聊出来的 聊聊天 喝喝茶 我喜欢 不要 不用动脑子的事 吃鸡 我没吃到过 就这项游戏 在我媳妇那 就觉得我是个 我不会玩 就开始 我都不知道 为什么死了 我没被人打死 我自己死了 我死在圈外了 就很奇怪 所以从此以后 你媳妇可能就不带你玩了 对 我玩那个手游 我被玩家举报 刚下游戏的时候 被玩家天天举报 说我假死 给人送人头 哎呀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在看直播的朋友们 有没有人有机会啊 在游戏里面碰到烧饼老师 就 巨烂 我真的 要不是为了生计 为了做节目打游戏 我绝对不会下载那个游戏的 我是 我是这种人 再给你一次机会 绝对不碰 就没有 没有任何的喜悦程度 没有 沉浸 就是反正我们家 说 老婆因为说 我打游戏吵架 这绝对不可能 这事绝对不可能 我就不是男人 我只爱聊天 我不爱干别的 对 看看 也就刷着短视频 没有别的 刷短视频的时候 有在短视频上 刷到一些 比如权力以赴啊 然后网友 给你做的一些二创什么之类的吗 二创还没创 没看到二创有什么 我就一直去看原视频 你自己看到的印象最深的一段是什么 就是我在上面说当口相人那段 好无辜啊 为啥啊 你知道每一个人赢了之后 三位女嘉宾都要对你吹一通彩虹屁 为什么到了这儿就没有 其实就是好无辜点 自己没获得 很难得的一个三位女明星夸你 你要知道三位女明星夸你 是你这人生当中很难得的 高光时刻 我好难得 但是为什么我没有 我不配吗 我不配拥有这个场面 你后来没问吗 他们说可能因为我是喜剧人的原因 就可能播出的时候还有剪辑 当时录像的时候 沈梦辰对我的态度还要糟糕一点 沈梦辰对你做了什么 就是给我 就是很嫌弃的披上了战衣 然后很嫌弃的不愿意跟我一块走出那个舞台 所以你自己走吧 太欢乐了 就我以为大家伙都力争我这个人才 但是其实没有很嫌弃 就徐璐那么好的一个女孩 之前那么愿意跟我聊天 对呀 刚刚咱们看那个短视频的时候 我还在跟那个沈梵老师聊 我说刚刚看一个视频的画面 是徐璐老师飞奔着过来 然后说沈梵老师就是很喜欢很喜欢 但是为什么一开机之后 都没选我 开机之后就变了 对就没有选我 这是让我也不太理解的事情 有人的心呀 海底针啊 真是不知道呀 真的猜不着 OK那我们还是聊回来 刚刚其实那个沈梵老师说 我们在做这个权力以赴的时候 其实本来想着说挺好一节目 可以免费的蹭个私教啥子 多贵呀 打一节700块 但是你自己 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 就是沈梵老师自己平时是有健身的习惯 对对对 但你最开始健身的时候 是有请私教吗 还是说自己其实就在家里面 我不是那种轻易花钱的人 勤健持家的人 我就是把钱摔剩成那种 就是我为什么要办一张七年的健身卡 就是因为 七年 对第一次办健身卡我就办了七年 因为我第一年办贵了 是全场最贵的一张健身卡 就是你好比你一两千 我是五千 那我也不能说啥 对呀你不能说啥 但是我觉得我这钱花的冤啊 然后后来人家汇集推销就说 现在汇园里边就是我们健身房做电庆 做一个五年五千 你办不办 你可能 你可能 我得想想 你想想 但是我得办 为什么 我平均下来 我这就六年了 我合着每年就便宜很多 我得把第一年的钱分散到后几年 我告诉你 你们看烧饼老师对不对 就是那种单口上手 但我跟你讲 脑子转得可快了 我们现在脑子里面计算一下 对就这么计算 我就觉得很便宜 然后去了那之后 我开始就是跑步傻跑 跟大家会儿到健身房一样 后来呢 我就选择在健身房里边交朋友 跟练得好的大哥哥们交朋友 让大哥哥们带着我练 然后逐渐的 我就会了 然后就跟着哥哥们一起学习 变成一块练 这个挺好 很那个 后来我就跟私教们一起练 这混的那个层级 升级越来越高 level就开始有点上来了 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对对 就开始跟私教们一起练 后来偶尔呢 我也约一下 就是专业的运动员 就是也经常的 所以在《全力以赋》里面有碰到 有约铃铛或者是 帮上来 那不是一个专业 人家是羽毛球 我是健身 还不是一个专业 太太业余小白了 所以现在回头看 当时健身之前 给自己打多少分 然后现在 现在已经是一个成熟的锻炼者了 给自己身材打多少分 身体素质吗 身材 身材啊 原来没有分 零分 零分 基本上就和正常人一样嘛 零分 也不是零分吧 反正就是体态比较臃肿 就是没有什么体态 然后溜肩膀 然后大肚子 然后也没什么精神 现在基本上就算是一个 行男 我帮你说这词 大点是这个 行男 咱夸 70分吧 70分 还有30分的空间 行 那既然 今儿呢 那个烧饼老师说 咱们现在是 行男 然后咱们呢 对吧 健身房不白练 咱们呢 就得比比力气 我跟你讲 今儿呢 我在我们的直播间现场啊 有我们一男同事 长得也挺壮的 好 他说了 今儿烧饼老师来了 我不服气 就是说 他虽然没有 办七年的那个 健身房的时间啊 但是呢 他也是一直在锻炼 所以他说 咱 bat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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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跟你 比那个万里 哦 比白手腕 对 好 这个他确实是来着了 你看那戴眼镜的 你觉得他行吗 他行啊 他没问题 他肯定能赢 他肯定能赢 是吧 对对对 行 我们请这大哥上来 好吧 好好好 来 大哥先 跟沙饼老师 打个招呼 你好 你好 咱放个狠话吧 好吧 放个狠话 好 小冒一带 特别带派 今天要是赢了 我回去就跟我媳妇 好好说说 以后睡前 别老听 你相声 然后 你听相声咋了 不是 听相助眠 我还得再努力努力 好吗 来 咱现在就 直接来 对 直接来啊 就以这吧 对 不行 然后网友 大家也可以 对吧 猜一猜 到底谁有 行吗 咱单一 我问问大哥 大哥健身几年 那 看这肚子 也没几年吧 二几年 你有办过 七年的健身卡吗 那没有 行 但是 来 就直接来 来吧 这还等着二年干嘛 别等二年 我们来看看 不准放力 没使劲呢 来 三二一 看看 三个啊 不是 杀佩老师 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要输 要输 释放你的宏观之力 我觉得肯定要输了 来 我们看看 大哥有点放水了 大哥有点放水 咱俩别使 随随随桌转了 我给你们稳 再来一会儿出去 都旋转了 来 确实使劲了 咱人使劲了 我确实 确实 我能感受到 使劲 使劲 这个 我真的实话是说 我会输 你会输 所以就认输了 不是因为我们 不把那个 特别难堪的 那个场面 搁到这儿 我们必堪 对 但是实话是说 我认输 行 谢谢邵本老师 我们友谊第一嘛 对不对 完全也不是友谊的事 我觉得他就是赢了 他就是赢了 邵本老师说 差不多得了 差不多得了 不是不是 对对对 互相留个面子 别把这个截图截下来 我跟你讲 现在是直播 大家可能在疯狂 的截图 一会儿下播了之后 我没有招地 没有招地 我估计一会儿下播了之后 可能又会有一些 什么表情包啊 七七八二就出了 哦 表情管理的还行 还行是吧 最近爆班了 哎呦 表情包还能爆班呢 对 对 爆了一个 那个扣二班 专门学表情管理 就有一阵我看见过 那个孙悟空 啊 那个表情包嘛 烦死了 然后我上台模仿了一下 然后大家伙就把那个截下来了 我们能再看一段吗 啊 我们能再看一下吗 看一下那一段 就是 你能先还原一下吗 当时 当时是我 我站着嘛 穿大褂嘛 现在 现在可能有点 还是 还是那个表情 看这个镜头啊 看这个镜头 看这个镜头 烦死了 哇 大家有没有截到 他站着还耸肩 对 就是那个 太精彩了 有有 我记得是有这么一个镜头 我觉得一会儿 大概 烧饼老师就会收到很多类 今儿 今儿这个可以 可以 可以广泛流传 因为今天装画了 啊 今儿是可以认可的 今儿还行 比较漂亮 所以 今天的这个表情包呢 大家可以广泛的流传 因为是被我们 烧饼老师官方认证过的 稍微漂亮一点 稍微漂亮一点 现在 参加完综艺之后 包括像是 之前的哥哥 然后包括 现在那个 全力以赴 是不是 我上包袱越来越重 越来越重 哎呦 我就发现 真的是在这个 呃 我们优酷的平台 就没有参加过 特别省事的综艺 哈哈 这就开始吐槽了 是吗 都 都是那种 特别 特别累 天天 天天需要锻炼 需要去练习的这种 呃 我一直 前段时间 跟我们 那个节目的制片人 嗯 然后就聊天嘛 就说 就说参加这节目 怎么样 感觉打得还好 还OK吗 因为好几次合作 也都很熟悉了嘛 然后跟那个 我就说 咱以后找我 能找点什么 轻松点的 像坐那聊会儿 聊会儿天 聊会儿磕的节目 磕着瓜子 是也办什么的 就挺好是吧 好辛苦 就是因为大家伙看啊 可能 呃 我们是 就是出现了两 两期嘛 第一期我们在那块集结嘛 第二期我们就是已经上拳了 上去打拳了 但是 其实私下我们准备的时间 包括练习啊 都 都是 呃 每天要去付出这些汗水 才可以到台上呈现 对 其实台上我们可能看到 30分钟 40分钟 那其实台下可能 30个小时 甚至40个小时 哇真的有的艺人像张延祺我知道的去刷那个客室他都刷刷了两篇了你两篇纸啊就人家来一次签一次字的那个两篇纸 嗯 我们才一篇半人家是真是费了很大的努力啊 真是 都是值得 真是不容易啊 都每一个艺人都很辛苦 行 那那个 其实一直有在聊权力嘛 然后呢 刚刚那个私底下的时候 嗯 导演跟我说 说权力开拍的时候 刷边老师带了一道具 然后呢 结果没用上 是带一道具了吗 啥 带了一块宝 哦对 对吗 没听说过打拳击还得打快板 对啊 你咋想的 我是因为我这个路全力以赴的时候 一直在兼着路我们的斗销社 我们的团宗 然后那一阵呢 我就很少在家 就是这行李啊 就基本上不怎么收拾 付用 就是就是来这在在在那 就反正天天就是这这套路子 那我们有时候说像是可能保不起打快板 我就都都装着呢 没掏着大褂就算是万幸 我跟你说 有一回 我们录团宗的时候 我竟然忘带大褂 我带了一副全套去 他们说你干嘛 混了是吧 他们说你你干嘛来了 现在是正业跟副业反了 我然后然后好在我们同事有多带一个的 我就穿着别人 那尺寸行吗 就愣穿嘛 就是跟张 张 张九南那一期基本上穿得比较小 嗯 然后呢 自然 之前在全力以赴的时候 咱们的那个快板没用上 没用上 你看 你看那 你看那个 你看那个粉色的那个女生 那个衣服 他就拿了一个什么玩意儿 那是我的 那是您的 他们今天特意让我给带来的 是带来了 因为听说 邵宾老师 我们刚开始其实开播的时候 前两天还用来着 前两天干嘛 前两天也是 也是我们在小剧场演出 然后正好 正好也是我们那个优酷的官录 哎 这也不是外人的这个节目 咱也做广告吧 这个 来 现在是烧饼老师的那个打扣事件 对 打扣事件 这个前两天 我们在我们的小剧场跟岳云鹏老师 合作了一个算是传统在改编的一个新节目 叫做五红图 然后赶上我们的优酷 也是全程录制了 然后在上面呢 希望大家伙过段时间 极力的去打call 充一下会员 然后看一下我们那一天的新节目 是啊 邵宾老师 不愧是咱们的优酷会员福利官 什么时候送礼啊 送礼在后边 但是呢 还不送礼 我得问问 我得问问 不花自己钱给自己闹一个好名声多难 是 哎 邵宾老师 你平时看的话 你都会在优酷上看些什么 我 我还不瞒您各位说啊 这东西它就确实 这个 不是因为我当了这个优酷 会员福利官 福利官之后 拿了优酷的钱 我说这事 这段能播吗 能 确实 我是 这确实能播 这个咱 我是 就是人有习惯拿优酷当一个搜索引刑 去看自己的视频 或搜一些视频 就是有人 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这个习惯 搜索 就是有的是搜索用户 对 我就是 我就是 别的我都不上 就是有 有可能就是打开那个电视的时候 它可能跳到是这个电视的一个平台嘛 然后我都会调到优酷 酷喵 然后再搜 搜我想看的 就习惯性打开先看一下优酷 你看 烧饼老师优酷的会员心智锁得可死了 那是 没少拿优酷 那接下来既然快板也拿了 对吧 然后呢 咱们优酷的心智 对吧 扎根扎得也挺深的 是 那今儿要不然呢 就给咱们来一个报剧名 我听说 导演给您安排了一特别难的活 就是说 让您用快板的方式来给咱们安利一下 今年在优酷热播的综艺啦 电视剧啦 这个确实挺难 因为他们写的呢 一点都不合遮押月 您改了吗 我也没改 您没改 然后呢 他们就还得说让我拿这快板给您各位打一下 我也不知道能不能配上 咱试试吧 咱试试啊 来 我们 能看见吗 二十号又来了 优酷会员福利到 福利官送好礼 超多的福利带给您 我请您看小炳家 这个君九龄 庭外舍得 庭外 舍我其谁 乡村爱情 冬日暖阳 上阳赴 好手到 好手就位 玉楼春 这字念啥 来我们看一看 焦若云监月 焦若云监月 情满九道弯 您好检察官 语刺小一仙 大将园 锦绣良园 风中奇园 花好月园 西游后继 仙侠奇传 射雕英雄传 少年王 少年杨家将 少年四大名补 少年包青天 冰火 冰火魔除 剑岭风云 即到龙神 真武 巅峰 这根本不用快板也行 我跟你说 这就是要找到那种 那种蹦蹦跳跳动节奏 急速救援 竟技求兴 小城变变变 运动万万岁 火星情暴局 这个我参加过 火星情暴局 麻花特开心 象牙山 斗笑团 老郭有心翻 老郭有心翻 全力以服务的我们 这就是街舞 这就是灌篮 会员日得福利 每月二十碰惊喜 双十一 已开启 超多福利 等着你 最后这几句就像快板了 这几句也不错 这几句倒点了 会员年卡五折题 碰碰碰出百倍 时长爽到底 优酷会员VIP和你一起 碰碰向上笑嘻嘻 碰碰向上笑嘻嘻 不错不错 太难为少彬老师了 太难 这算是参加的导演组里边 给你设置的难题里边 top 这也算挺难的 也挺难的 就是不是这个快板 非要唱成快板 太难了 是不是 对对对 那OK 这个也算是 那个少彬老师 作为优酷为优酷 福利官提前给我们 放送的一个小小的福利 那接下来 才是正儿八经的 要送福利的时刻 好呀 首先我先问问 咱们拿到这个身份的时候 或者当时说 拥有这个身份的时候 当时内心的OS是 挺开心的 因为在优酷这个平台 我们德云社和优酷 也算是 就是很多年的好朋友了 就已经不能算是 就是合作伙伴了 就应该就是 算是很好的很好的朋友了 就是包括我们这么多年的 大型演出 都在优酷上 有关录 然后我师傅在优酷 有很多的节目 我们这么多年 也一直在优酷 挣了不少钱 这重点 这确实就是有一种 就是 缘分 就是官宣了 这个缘分 就得到一个 一个很好的一个名头 对 而且可能未来 跟优酷的合作 会越来越多 因为其实无论是 哥哥还是说全力以赴 或者是会员福利官 其实是在我们 跟我们的优酷 整体的绑定会越来越多 那今天呢 既然我们官宣 优酷YP 会员福利官 然后又来到这了 对对对 因为我们现在就得说这个事 你送点啥福利吗 我必须得送啊 我一会儿 那个优酷 那个大楼底下 那停车位 我免费送那一会儿 一小时 那停车位 我都还没抽到呢 停车免费一小时 那这样子 我先提一个好不好 这样我们现场呢 让观众朋友们感受一下 因为我们说了 今天其实有 砰砰翻倍的 这样的快乐嘛 我们就让他感受一下 翻倍时长的快乐 那我们双十一的主题呢 叫做美好生活 砰砰向上 那薛饼老师 可不可以用 砰这个字 给我们来哼唱一首歌曲 然后大家来猜猜看 砰砰砰砰砰 我也不知道 薛饼老师会用砰 砰出什么样的调调 然后大家来猜一猜 是什么歌 就是看能不能 我尽量啊 给大家伙弄一个好猜一点的 我哼的争取在调上 咱唱歌你觉得 没毛病 没毛病 金曲歌王 上头吗 上 我砰完之后 大家伙都忘不了 忘不了 就不想唱原歌词了 都那种 听完之后就是魔性上头 绝对的 那我们来试试 来来来来 薛饼老师您坐 我给那个 这个 这是那个 无线的蓝牙耳机 对特炒 您先听一听 然后呢 我先报报广告 好 然后呢 提醒所有直播间的网友 我们从优酷的客户端 观看直播的粉丝呢 可以抽取五位 然后每个人呢 都能赠送出 11倍会员时长的砰砰卡 那使用这张砰砰呢 能够将你账户当中截止 今天下午3点钟 所有剩余的会员时长 直接翻倍至11 然后最高呢 不超过200年 就是说如果 截至到下午的3点钟 如果你的账户里面 剩余一年的会员时长 那么使用完了 这张砰砰卡之后 你的会员时长 将会翻倍成为11年 然后待会呢 我会在 烧饼老师演唱的过程当中 随机的截屏 然后截屏当中 前五名猜出歌曲名字的用户 极为中奖 大家记住 一定是猜对歌名的前五名 然后我会截屏 然后当然 在微博端端小伙伴 放心 咱们的水一定会端屏 然后呢 大家可以在弹幕当中 评论美好生活 蓬蓬向上 然后我们后台的同学呢 也会再次随机抽取 五位小伙伴 送出我们优酷VIP的 会员年卡 所以小伙伴们 赶紧听一听 小伙伴老师 碰出来的歌曲 然后来猜一猜 好不好 来 给我一个手机 哦 可以 可以 可以了哈 OK了 能听到吗 来吧 我能听到 能听到 开始了吧 能 唱 您猜成了吗 您猜成了吗 那我不能说 啊 你大概 您应该 我觉得好猜吗 挺好猜的 其实 挺好猜的 对对这还行哈 您再 再来一首吧 唉 等会儿 还有点上头了 我先截个 您先唱着 好吗 来来来 再来一个 咱们再来一遍 又来一遍 咱再来一遍 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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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砰 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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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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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砰 好嘞 我觉得还挺好猜的吧 还行 是不是没跑掉 跑掉了吗 大家打个公屏 我看看 跑掉了吗 你们觉得跑掉了吗 没有 是吗 所以公布一下歌曲是 我觉得还挺好猜的 你猜 听出来了吗 是的 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有小朋友们猜到了吗 有 打哥哥姐姐们 有 然后我要调出来这个 呃 呀 我第一瓶的截屏还挺有意思的 砰 传给虫孙子 砰 好棒 西游记 有一个小发发发发 说对了 是那个咱们团里的人 然后第二个是那个 呃 开头是YKAPP 然后那个结尾是YN5的那个用户 然后第三个是那个阿飞飞飞 然后第四个是传奇78528 然后第五个是奥康纳 恭喜这五位朋友 恭喜这五位获得我们优酷的 这个一个小时的免费停车 不是那个 那让用户选嘛 咱们是要邵平老师送的用户的一个小时的 这样的一个停车呢 就是我自掏腰包子那种啊 对 还是说要我们的砰砰卡 那接下来我们还要随机的截屏一下 然后 呃 还有一首歌的机会 对对对 好好好 那这样子 呃 接下来的那个呢 我们五秒钟好不好 让大家刷弹幕 我们接到的第一个人 就把这个 那个 一百费的会员时长 碰碰卡送给他 好吗 可以吗 导演 OK哈 行 那来吧 那个小平老师 您数五秒 哎 这就爱听我唱歌 再来一遍是吧 那再来一遍吧 再来再来 不是 是在 您唱着 我截屏第一个人 或者您要不要换 啵啵啵啵啵 啵啵啵啵 这啥歌 啵啵啵啵啵啵 啵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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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好猜吗 你猜了吗 我没猜出来 能说得没猜出来吗 这有什么 咱这又不贏房子贏地的 您说二十桌呗 我真没猜出来 呦 这缺是难度度熟有点高了 这是啥 你让我先截个图 我看看 他这口音有点意思 先截个图 我看一下 口音有点上头了 口音也上头是吗 你这个发音确实挺上头 我先结个图 所以这直播间就是上头的直播间 是吗 听烧饼老师唱歌 然后听主持 上图 结图 我先结个图 那我们今天呢 结出来的这位用户呢 是sw33730这位网友 然后呢 可以获得我们 碰碰碰出100倍的会员时长的 碰碰卡一张 算是今天最大福利了吧 只有这一位猜得出来是吗 因为他是翻100倍 不是我说只有这一位 不是所有都是 都猜出来了吗 都猜出来了 可能只有我没猜出来 你可能听得太真照了 不是主要是太上头 所以来来来 然后晚一点呢 我们会把这个 再公布给大家好不好 行 那今天呢 我们送完了福利 那要不要那个 烧饼老师跟我们聊一聊 自从成为了我们的优酷IP 那个会员福利官之后 生活上面 有没有发生一些改变 就是现在我就是已经 优酷会员自由了 自由了 自由了 咋自由了 来说来 我现在的会员卡 已经到25年了 25年了 我现在已经到25年了 不好意思各位 我跟你讲 就是还是有点好处的 我跟你讲 烧饼老师没有关系 像我们刚刚的那五位用户 他们有蓬蓬卡 然后会看一下他们的账户 然后我们会给他们翻倍 同时像是我们刚刚的最后一位用户 大家伙啊 他直接翻一百 一定先马上自己冲五年 然后就终身了就 终身了 就你翻百倍不就终身了 是 这玩意儿能传倍 我跟你说 有顾会员传倍 一倍一倍往下传 写到遗产里边 您这能传到啥时候 我这可能就传到25年了 我得多当两年就能传倍了 以后我就传我孩子儿子门 儿子门 把他往下 一人一个 行 那接下来那个 因为我们马上快结尾了嘛 然后呢 我看到直播间很多网友说 还能回家接孩子 太好了 跟我们的烧饼老师多聊会儿天 要不然这样我们翻点大幕 好不好 好好好 我们跟网友互动一下 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工作真好 这个工作就是刚刚那个 烧饼老师说的 咱们聊一聊天 这活儿就结束了 对 这个时间也合适 因为也不拉玩 我一会儿回家 还能上幼稚园见孩子 有网友说 虫孙子都是优酷会员了 太棒了 恭喜你 恭喜你 福利是啥 福利就是我们今天的砰封卡 然后呢 还是可以 我要不然再把那个 我广告再给大家念一遍 太爱听念念广告了 我也开始念广告了 就是 那今天呢 是优酷会员双十一的活动 开启的日子 也是我们优酷VIP 会员双十一活动期间呢 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惊喜 包括五折购买会员年卡 然后呢 也可以有机会 碰出我们百倍的会员时长 同时呢 11月1号 11月11号当天 所有在优酷APP购买 优酷IP会员年卡的用户呢 均可获送六张碰碰卡 有机会来碰出更多的时长 那同样呢 我们还可以享受看反特权 特权友谣期内 每天登陆优酷APP观看视频 当日可免费在会员频道 领取一天的优酷VIP特权 连续登陆31天 就有31天的优酷VIP的特权 所以大家感兴趣的 记得上优酷来搜索 我们的双十一 就是这一百倍 比如说我就是一年的 买了一年 然后一百倍就是一百年吗 对 但是我们的上限是两百年 这我们的传承 还是有一个上限的 就是能传辟 确实能传辟 有人问两百年 会不会成为文物 我觉得 我没有别的了 我只有这个文物 以后保护器博物馆里边 就有一个优酷会员卡的年卡了 那我们期待一下了好不好 出土的温度 接下来我看到有一个网友问 说烧饼老师是等于 你看哪个网友问 两个都在问 问在公屏上 是问在您那个卡里的 哎呀 这个对吧 导演安排的工作 也是要完成一下 导演好歹上心 也近一下咱们直播间 刷一条你们想问的问题 导演在下边频频的点头 这个确实有点侮辱我智商 假装没有看到吗 我们把这条卡掉 那接下来啊 有人在问说 如果让那个 刷饼老师 你自己来评论 你会把自己推选为 德民社男团最帅的那一位吗 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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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推选的话 会是谁 我 推选 现在优秀的 这个我们单位的 少男特别多 我推选 我可以 往那个最有品位的 那个方面上 靠一靠就行了 力争 如果说让你选一个什么 德云社男团之最 你是最 天空 我呀 我应该是 最爱健身 最爱健身 对 最能 最能 早起的一个 艺人 你现在是最早起的那个吗 最刻苦的 我最早起 但是早起跟刻苦没关系 因为得送孩子上幼儿园 主要还是因为这事 这个确实我早起 早睡早起 我就醉 最早睡 最早起 因为我到点就困了 主要是困了 生物中到了 那有人在问啊 说 拥有要三代的计划 这个是那个刷 刷那个里边 真的真的 我不骗你 有问吗 我不骗你啊 哦 还真有问 刷平老师现在都没有信任感了 你看导演 你们做这事 实打实说 实打实说 这个官方的回应一下 现在先没有 让我媳妇歇歇吧 这个我媳妇 我们家那二胎 才刚六个月 昨天刚添加腐蚀 这不能马上就要第三胎 但是如果 就是会有这个计划在吗 我觉得 我没有那么大的这个 家业需要继承 没事 你有两百年的会员 有股外平会员年卡 我没有那么大的家业需要继承 我我就先俩就挺好 行 然后有人说 刷平老师可以分享一下 健身的技巧吗 健身的技巧就是 买七年的私教卡 咱得你买七年不叫事 你得去呀 对不对 我觉得是坚持吧 就不要拿这个当个减肥 我觉得要拿这个当一个生活 生活的一个常态 一种生活方式 其实你就就会变得好好接受一下 就比如说我胖了 我去减减肥 那过一日的不胖了呢 就不去了 所以其实健身是一个自我规律的一个表现 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嘛 我们还是在百忙之中嘛 注意自己的身材管理 好 那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啊 有说能不能给月月 他们介绍一下减肥的小妙招 他们呀 他们就是 少吃甜的 对吧 然后少吃炸的 对于普通的人群 我觉得控制饮食 就是吃的稍微干净一点 就是不要热量那么大 我觉得就都会瘦 不用健身 你是吃货吗 我是算是吃货吧 但是那你刚开始 比如克制的时候 不难受吗 尤其是像是如果晚上吃宵夜吃习惯了 一天晚上不吃真的会失眠 会啊 我也会啊 就是不吃 我是不吃碳水的时候 就是睡不着觉 但是晚上你想想自己 你看看自己 然后再轻轻上手 看看自己还有没有脸 就是吃下去 所以 再看看自己的钱包 还有花贝里面有没有那么多钱 所以你看看 健身完了之后 咱们的综艺感越来越好 可以参加更多的活动 然后又有不同的身份 然后呢 那今天呢 也非常感谢萨培老师 然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去给我们送福利 然后给我们表演 从来没有见过的 这种快宝类的一些播报 对 然后还有 还能跟您有幸一块截图 是 然后呢 还有刚刚那个 我相信大家一会儿在直播 在那个直播结束之后 一定会有官方认证的表情 表情包出来 好 那个表情包太精彩了 我最想知道 到底有多少人截图了 能扣个1给我看看 截图 截屏 截图 这一项过不去了是吧 萨培老师 就是因为我 就是大家会可能有时候 感觉一个事可乐的时候 就会老说这事 就不要上头 那必须的 听萨培老师 刚刚砰砰砰的歌曲 也挺上头的 千年等一回 我看到真的有人 在接你的表情包 谢谢各位 好 那今天呢 就谢谢那个 我们的萨培老师 好 然后辛苦 谢谢 那我就把属于我的东西 带走了 行嘞 就不属于我的 我就不拿了 您想拿什么 您说 我不 我不想拿 我就再见了 各位再见 好嘞好嘞 谢谢 谢谢我们的萨培老师 那最后的最后呢 我还是要给大家 再来安利一波 就是我们最后呢 还有一波福利 不要错过 就是双十一 看板特权的预售活动呢 已经在今天开启了 今天只要预付五元的定金 那在十一月十日支付尾款后呢 就可以获得六张砰砰卡 同时额外再获得两张砰砰卡 那每一张呢 都有机会 砰出百倍会员时长 所以呢 如果刚刚 哎 我们街坪没有拿到福利的小伙伴们 也不要那个 对不对 也不要低死我 然后呢 你们还是有机会的 只要在双十一当天 尤其是今天 我们的预售活动已经开启了 那大家只要预付五块钱 就可以参加这样的活动了 每一张都有机会 来砰出百倍的会员时长 那感谢所有的 那个网友 跟我们一起来互动 然后请大家 持续来锁定我们的优酷 以及来支持我们的会员福利观 那我们今天库的见面会 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